今天是2024年10月12号星期六 先看一个小视频 人家都不会忘记我们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给我拿下来 你今天套了20% 30% 你套的是金香链 永远满场 但是我就是不会输 中国人的股市一定会 屹立在世界中方 2026年9月底 我再重生 14600点 你现在不要来看我 我比你聪明的多 鼓励中国股民跑步入场的两个人红了 一位是这位上海的大爷 说的话坑枪有力 这个坑枪却变成了入坑的坑 一句我比你聪明的多 让无数英雄笑万了腰 人设已然崩塌 然后2026年9月底 14600点的预言 谁要是还得相信呢 就只能怪自己了 有上海网民听信了大爷的话 卖了房子500万入场 现在在到处找大爷算账呢 另一位是千万粉丝的网红 大蓝被封号了 就是让大家失忆之后 就全仓入场的那位 后来被骂极了 居然在评论区里推荐了一只股票 直接给了股票代码 还说自己压住这只股票 不会跑的 但是给代码就是严重违规了 被封号了 不少股民是非常愤怒啊 指责这些看上去 好像懂点什么的人 当初信心满满的推荐A股 大家也注意到了 这些人在网上发言 用的都是非常决定性的语气 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庄家 股市风云突变 要不是有内幕消息 或者操纵股票 谁都不能打保票 而且他们也很擅长 把股市的表现 跟中国崛起啊 民族强国 这类东西混合在一起 对长期泡在毒鸡汤里的人 有很大的迷惑性 他们的绝对和积血 是骗了无数的网友们 从北京大学获得学位 现在就职于中南大学 就职于中南大学 对 你不是研究生了 我获得的是博士学位 艾教授 这是您隔壁院校的高材生 要不您先出个题问问他 我想出一个简单题 不围栏你 就在你心目当中 什么样的理论 才算得上是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 一定是历史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 人民的理论 立时代之机 达时代之问 发思想之先声 开历史之先河 从具体性的层面来说 在当代 科学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谢谢 非常好 这个不愧是北大毕业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 新闻联播之后的广告 是最贵的吗 因为能把新闻联播看完的人 说什么他都信 我个人当然希望那些 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底的 中国股民不要把身家赌上去 你说有些中产赌输了 可能还剩点基本生活保障 那些本来就没啥的95后 00后真的不应该凑这个热闹啊 可惜这次割的新韭菜 就是以这样的人为主 网友发出感慨说 记住 无论如何爆仓 账户都要留3000元 备用金来买电动车跑外卖 给自己留条后路 经济大盘以砸了的中国形势下 再炒A股就是政府办的中国KK园区 专聘中国百姓 一旦进去就很难在全身而退了 在10月8号 中共发改委记者会没有释放利好 引发了中国股市动荡 昨天11号呢 再次上演普跌的行情 互质前手3200点 我上期视频还说啊 A股这周可能会在3300点震荡 看来我也保守了 跌到3200点了 本来大家还在等待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今天的财政部记者会 外界都在等待财政部放大招 这个我也预测了 没什么用 事实上证明 官员讲话主要是回顾工作 对未来政策的说明是非常空洞 这次记者会也不是直接针对股市的 主要是为了保今年GDP5%的增长目标 它要扩大财政支出来化解地方债 充实银行的资本金 是解决金融危机 要房地产止跌回升 其实在我看来 主要是针对房地产危机 带来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但是地方债和房地产 这两个孪生兄弟 一辱俱辱了 没法治了 房地产是大头 其他被浪费的 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回报的基建项目 就更加多了 大家是否对于2022年的 方舱隔离点专项债 还记忆犹新呢 2022年发债 估计疫情要拖到2027 结果2020年 年底突然解封了 我上网查询了资料 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些专项债的信息 钱去了哪里 盖好的方舱 现在的灰尘有多厚 是否很多都已经被拆掉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后就像冲厕所一样冲掉了 既冲走了实体项目 也冲走了人们痛苦回忆 至于说当年审批项目的人 有没有被追责 是不是有人会挪用社保医保资金 银行坏账到底有多少 官媒上不报 我估计大多数中国人 都已经忘记有这么回事了 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速度 几天盖好一个方舱 其实就好像一部恐怖片 无数观众还跟着激动的要命 谁知道关心你延迟退休 多交几年社保的钱 是不是政府用来补窟窿的 看完财政部的记者会有网友说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会有大招 扭转局势 他们一直以为我们还有钱 不愿意消费 不愿意投资 原来是彼此都产生了误会 中国人和政府互相误会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没什么钱了 已经躺平 要不然怎么都在刷下沉市场的短剧呢 最近中国有一个5G的微短剧 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火了 上千24小时全网正片播放量近2000万 全网话题量已超过4亿 开播72小时 抖音短剧热度top1 全网播放量破6000万 当然这不是自然流量啊 短剧公司背后推流量 要花海量的钱 我等会会介绍 每个国商日 中共都会弄一些令人尴尬的文艺作品 并开组流量狂推 霸占网络与尸体剧场 短剧的推手也明白什么时候推什么 有人挖出来 在2018年3月 52名来自全国各地网络大咖 齐聚北京 参加了中央统战部 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 学习一周 号称网络人士的好声音盛宴 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背后的推手 密蒙也参加了这个班 当时是学习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 当时还带些人走了红色教育基地 这并不是说这些网络人员就是统战人员了 在国内的环境里 你心中纵有万马奔腾 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一做的 中共对各个行业的冒间人员 一定是要拉拢和控制的 时不时要敲打你 告诉你谁才是老板 话说回来 中共本来竭力掩盖的长征真相 将一个被国军围剿逃窜的故事 硬是说成了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 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并且写在党史里面 屈如史变成了英雄赞歌 华天下之大吉 从中国出来的朋友们都能理解 被篡改的历史 我们从小都被迫学习 还背诵 还要考试通过 当时还挺相信呢 我也是后来出国了 看了九评共产党 也看了不少历史方面的素材 才知道被骗了 所以看着国内的年轻一代 继续被骗的状态呢 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 没人告诉他们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小粉红出国了解了真相 就变成坚定反攻的原因了 这部剧红了 再次把咪蒙送上热搜 咪蒙呢 原名马林 1976年12月 出生于四川南冲 就对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那时候山大可能还没有非洲的学生 好像学的是古典文学专业 跟狗学短剧好像差得挺远 但是他就是看准了人性和商机 抓住了赚钱密码 比如他很喜欢记金句 背微博 网友们层出不穷的金句 就成了他成功的基础 大量引用这些看上去灵光一现的内容 用大众的智慧 使他公众号文章成功的诀窍 他懂得人们喜欢什么 容易被什么所刺激 密盟还曾在书里喊话广电总局 你们不要再拍什么乱七八糟的题材了 只需要把一种题材拍好 那就可以名利双收躺着赚钱 这就是灰姑娘情节 所以在狗学短剧里面 什么隐藏身份的大人物啦 霸道总裁啦 小人物逆袭成为主旋律 也是收视率和爽点的巅峰套路 在2019年的时候 密盟因为推送了一篇TV 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章 引起网民对社会底层苦难的共鸣 被指宣传负能量触怒中共不满 密盟的微信公众号 微博账户头条号都被干掉了 他也经历过低谷 后来又抓住商机 进军短剧市场 从2022年起 在中国对短剧监管不断升级 2022年11月下旬开始 广内总局集中利用三个月时间 组织开展了小程序类网络 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 很多工作史收稿严格了 明确要求传达正确价值观 那就是党的价值观的 什么擦边穿越攻斗重生 等类型的剧本就很难被接受了 在中国看短剧都是什么人呢 根据国内媒体报道 短剧发展比较下沉 业内人调侃称其服务的是三宝人群 就是保安 保洁 保姆 当时角受欢迎的题材 是小人物逆袭 随后战神战壕坠续 等更有爽感的题材被市场验证 观众愿意买单 大家追求的是感官刺激和情绪价值 如今的恒店 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个短剧剧组开机 号称恒店都要变成竖店了 因为短剧都是竖屏的 我们看到很多动不动就千万的流量 其实投资买流量是短剧的命脉所在 有业内人士投入 短剧买流量成本大概占到总票房的80%到90% 投放的ROI基本是在1.1到1.2左右 就是投入一块钱买流量 可以换回1.1到1.2元的收入 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其实有观众可能也知道 大家看到的油管视频也容易被如此操作 你看到的网红 不一定就比无数其他努力的博主厉害 只不过你们能看到的 都是平台最后让你看到了的 在当代媒体行业发展中 这也难避免了 我看到有个国内媒体介绍 短剧要5秒内一个巴掌 10秒内一个反转 因为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埋伏线 对话情节必须只给 情绪要直冲冲的顶上去 因为短剧提供的情绪上的直接刺激 才是付费的关键 在片长 演员说辞经常是1.5倍速 很多专业演员觉得这种表演太烂了 根本不能接受 但是只有速度提上来 演得够戏剧化 才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 才能完成它的冲动消费 因为短剧吸引人的地方 不在于推理和猜测 而是满足观众的本能爽感 我有几次在油管里刷到了几个短剧 当时就被惊到了 这种剧有人看吗 太尴尬了 但是事实证明观众大有人在 在中国短剧的盛行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收入的差异 短剧的付费观众 大多是三四线城市以下的人群 如果追求高深 他们反而就不看了 有短剧的编剧在采访时说 短剧的观众在生活里可能是特别压抑的 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 那短剧给他们提供的呢 就是现实生活里得不到的虚拟体验 主流的影视剧市场 关注的是城市白领 中产阶级的情感 而下沉市场的人的心理需求 比较少资本投资 被李克强一揭穿画皮 大家才知道 大量的农村乡镇青年 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或者受过教育 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才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玩意儿就跟抖音一样 容易上瘾 看短剧的人 很多人买完了就后悔了 短剧前几集不用钱 中间开始收费看结局 花几十块钱 就获得了一个多小时的情绪上头 剧情结束后就会发现 看了的又没看 完全没有营养和收获 但是这些观众呢 就是纯粹买了一个小时的 无脑放松 当时爽了就行了 没有必要上升价值 短剧在中国的盛行呢 其实是精准的反映了 中国的社会状态 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也是一样 我看过网络很多评论的人 可能连长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很多人还说被真实历史事件震撼哭了 被各种煽情刺激情绪搞上头了 洗脑都是被这样成功复制的 当时的情绪冲击 就跟我们当年看黄极光的 假世纪冲击一样 看过后就会把里面的事情当历史 这种印象就会深刻在记忆中 这可是有毒的狗血啊 A股也是一样 在A股突然暴涨时 鼓动大家入场 就相当于在A股路上开超市 卖鸡血 你们一路走好啊 前面的路是什么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你买了我的鸡血 送你多走一程 从A股的鸡血到短距的狗血 在中国的受众极多 在党媒和商业运作来看啊 都是收割情绪价值 让沉迷其中的人乖乖的交钱 前者抱着商家的心态入场 后者享受着虚幻的人生 慢慢的钱袋子也瘪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人回首 房贷车贷消费贷 已然拿不出手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各位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继续帮助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超级感谢 打赏赞助 这里也非常感谢 一直在慷慨赞助的铁杆 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去描述栏的赞助链接 定期支持小木 帮助我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 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